夕阳西下橘红色的光辉照映在一对人影上 李瑞瑩眨眨眼想看清楚 朦胧中好像听到男子的声音 他说你可愿意嫁与我为妻 我会疼你爱你守护你成为你的依靠 我们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男子的话才落下 李瑞瑩的心口突然一阵脚痛 他痛苦的弯下身抓着胸口 试图用深呼吸来减轻痛苦 可心脏像是被人紧紧的掐住 他痛得受不了 昏厥过去 接着又一阵强烈的摇晃感 李瑞瑩睁开双眼 映入眼帘 使施文奇心急如粉的脸 施文奇见李瑞瑩苏醒了 松了一口气 并拿起手机 拨打给施仲坤 说他醒来的事 然后询问他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李瑞瑩一脸疑惑看着施文奇 指他为什么要这样问 还有这里是哪里 李瑞瑩好奇的环顾四周的环境 房内的摆设很简单 一张书桌和一张床 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 施文奇坐在李瑞瑩旁 说他突然晕倒了 吓坏了他们所有的人 本来要送医院治疗 结果施仲坤说不用 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先休息 于是李平说他家的房间多 不如先带他回家休息 所以他们才会在李平家 本来他躺在床上好好的 施文奇就守在一旁 可刚才他不断的说梦话 手还抓着胸口 表情非常的痛苦 施文奇才把他摇醒 李瑞瑩听完后点点头 并把自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跟施文奇说 但施文奇不会解梦 只梦境大部分是日游所思 会不会是他最近压力比较大 还有他怎么突然昏倒了 是不是中暑了 或是身体不舒服 李瑞瑩沉默下来 因为他正努力的回想起 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晕倒 他只记得看到李平时 他很高兴的走向李平 然后 之后 一双血红色的双眼蹦出来 李瑞瑩吓得大叫 手捂住头 拼了命的喊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施文奇赶紧的抱住李瑞瑩 安抚着 扯开嗓子 喊施仲昆快点过来 施仲昆和李平急忙的跑进房内 施仲昆见李瑞瑩的模样 手赶快放在李瑞瑩的头上 嘴里不断的念念有词 过一会儿 李瑞瑩的情绪才平稳下来 头靠在施文奇的肩膀上 原本黯淡无光的双眼 现在更显得灰暗了 李平担忧的问施仲昆 李瑞瑩还好吗 施仲昆说没事了 但受到很大的惊吓 这几天都要特别注意 他的身体状况 李平说他去中药房 买些安神的中药 先给李瑞瑩喝 会有帮助吗 施仲昆回 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还是得先从根本下手 这话施文奇跟李瑞瑩听得也懵了 于是施仲昆亲身的问李瑞瑩 是不是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李瑞瑩马上点手 说看到李平的身边 有一团灰色的东西 灰色的东西还有红色的眼睛 他才会被吓晕的 这话一出 李平压液了一下 嘴挤手插药 摆起愤怒的脸口喊 周天起 你给我死出来 下一秒 一个灰色的气体 慢慢地出现在李平的身旁 不现的是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 他虽面色苍白 但无关立体 深邃的眼眸 性感的薄唇 眉宇间还弥漫一股贵气 他一线礼品 马上呈现贵姿 双手捏住耳朵 一副小孩子做错事的模样 等待发落 这样奇特的画面 李瑞颖吃惊的阿医生 这跟刚才看到的东西是同样的吗 感谢观看